好 那麼剛剛阿兒說 她的婆婆兩次都往前跌 她都受傷慘重 那這個惠文的婆婆也是往前跌 請教一下陳醫師 為什麼會往前跌 一般來講 大部分人沒有心理準備跌倒 幾乎都是往後 幾乎都是往後 就是說一般走路的時候 你會撞到後面 那種時候後面 會撞到後面會撞比較多 可是你之前如果有跌倒 或經驗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覺得腳不太穩 或者是好像快要跌倒的 你會拉腰 把自己拉回來 這樣往前趴的情形就會變多 所以看到說老人家跌倒 他是往前趴的時候 我們都會判斷 他之前應該有過跌倒經驗 不是第一次 但像這個部分 還有其他問題要評估 還是說他的肌力不夠 肌力不夠是一部分 因為像一般我們說 像月兒姐 像長輩去急診室 你會發現他都在處理 產生傷害的問題 不然就是說那個傷口出血 幫你縫一縫 還是過後骨折去開刀 腦出血安排住院 可是你說在急診室 會再幫你找 為什麼你會跌倒 幾乎都沒有 所以在這一塊都是要 再找神經科門診 或者是說有機會 到我們老人科門診來看看 我們會找一下 還是說把他的手機沒收 手機沒收 這樣生活沒品質 不要拿到這麼多刀 不好 因為我記得前幾年 台泥的董事長 孤承允先生 就是孤政府的公子 他就是在精華飯店 摔下來 據說他是吃飽飯以後 他在看手機 然後走樓梯下來 他不小心摔下來 這樣就走了 對 所以走樓看手機 不注意撈腿這也很危險 危險 人家說跌倒 只有分沒發生 還有無數次 沒有說只有跌一次就結束 常常都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 所以真的 你要把問題找出來 好好去處理 這樣才不會下一次跌那麼重 劉醫師如果說跌 看到長輩跌倒 要不要去扶他 跌倒 跌倒我們常常怕的是傷到脊椎 脊椎裡面我們分頸椎 胸椎 腰椎 只有頸椎是最活動的 我們的胸椎有這個肋骨在保護 那腰椎以下的那個地方 受傷的機會沒有那麼大 所以活動的地方最容易受傷 所以常常一看到人家跌倒 就想要去扶他很危險 就是說他可能那個頸椎 只是一個脫位 你去扶的時候 尤其在馬路上 很多那個熱心民眾 要過來把他扶起來 把他扶起來反而糟糕 動到那個受傷的脊椎 這樣喔 所以我們不要動他 那怎麼好意思 我們路過然後見死不救 但是需要 公眾人物 劉伊伊你看 你看他就這樣走過去 你看 不是要走過去 要保護他 被其他的這個環境傷害 那事實上那個是要需要頸圈保護 你看人家專業的來 這個一看到不能動的脊椎 頸圈 長背板 這兩個東西就是保護脊椎的 剩下的其他就是看看ABC 呼吸好不好 這個呼吸的氧氣 有沒有吸收進去 心跳 血壓這些 所以還是要照那個來 所以打電話打給119 先在那邊 然後打119 請他擺處理 對119 然後當然旁邊要稍微 防護一下 不要有不知道的車子 又過來 二次傷害 對 有的時候會這樣 如果是朋友 你看你們到底完成多少 有時候是條鋼 像上禮拜 剛才風胎過的時候 我一個朋友媽媽就是 早上出門去運動 落大火後 肚子很滑 結果走到航海的時候 看來有一個蜂蜜 想說要去叫他去蜂蜜 結果還沒走到叫他去蜂蜜 他自己穩下去 腳不知道是沒力還是怎麼樣 咳下去 咳下去 去回到腳上皮的旁邊 還用手去吐下去 那一吐下去 手掌粉碎性骨折 八十塊 海海球 刷在後 粉碎性骨折的意思是 來刷掉 刷掉很多塊 刷掉很多塊 刷成好幾截 不是都斷一次 沒辦法打骨釘了 對 他已經好幾塊碎了 所以他現在是用什麼 他有一個方法 整片這樣鋪起來 在裡面把它撐在 把它固定 撐成一片 因為它散掉太多地方 但是我們去很壞 他四點沒起來的時候 散步運動 摸下去的時候 旁邊沒有人 他你也沒在 你也沒在 我沒在 都沒有人 歐巴桑在那裡 我們那裡 又落後 他一直等 等到七八點 有人走過的時候 再到腳上 叫警察 叫醫生 去過後 我覺得老大人 很多人 很害怕 叫他 老頂老腳 老腿不可以再走 他好像 腳也不怕 手也不扭 他竟然走一個老腿 像腳蹭這樣 刷一尾 落一個老腿 腳蹭再刷一尾 落一個老腿 又腳蹭一尾 因為早上真的跟他說 不然我拜託你 現在就叫你不要動 你是怎麼這麼動 我就住老頂老腳 沒辦法 所以老大人最難過 就是他的關聯沒辦法 就自己吃痛苦 你自己痛苦後 我們看到的人更痛 那以理這個粉碎性骨折 是因為骨質疏鬆嗎 沒有 那應該是撞到 就是碎掉 但是剛剛提到老人家 確實我們在營養學上面 來講會很在意的 就是所謂肌少症的預防 就是說預防肌少症 那現在很多的老人家 他的蛋白質的需求量 比我們中壯年來講 是要多的 以前是說老大人 不要吃太多肉 不要吃太多蛋白質的東西 但是現在是提倡說 你肉類要吃得比年輕人多 之外你品質可能相對要好 肉要吃得比年輕人多 對 要多 然後他的多多少 其實通常我們一般在對 一般飲法族餵教的時候 有一個基本準則在 我今天有整理一個 就是說 準則就是說 到底要吃多少 有時候你會看你們家 爸爸媽媽 可能你晚上的便當買一個 隔天中島 兩個吃一個便當 有沒有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不夠 其實我們一餐 通常我們除了早上 建議就是牛奶要喝 就是早晚大概兩杯牛奶 就是早上一杯 晚上一杯 那每餐至少要有 兩份的豆魚蛋肉 什麼叫兩份 像手掌這樣有沒有 這是我們的手 這個手掌大這樣子 大概就是兩份 這樣是兩份 對 這樣吃兩份 這樣的肉 對 有時候 你會覺得說 其實有吃夠嗎 有時候你覺得中島的便當 爸爸媽媽可能給我吃一塊魚 兩個吃一塊魚 有沒有 這很常見 對 那就兩個人吃一塊這樣子 這兩個人才吃一份而已 就不夠 所以我們會講到 第一個你量要先夠 量就夠 就是一餐至少要兩份 這是最基本的道理 雞肉 豬肉 牛肉 魚肉都可以 簡單說 有人早上問說 你爸爸媽媽早上吃什麼 通常老人家很多會說 我吃一塊水煮蛋 有沒有 常常聽到這樣 每個人都說 我吃一塊水煮蛋 我媽媽也吃一塊水煮蛋 聽起來很營養 對 不夠 不夠 因為水煮蛋一顆就是一份而已 我剛才會講說 那你要再補一杯豆漿 不然你就吃一塊豆腐 這樣夠了 我那天看到一個 哈佛大學的同學 他想要證明說 到底蛋吃很多 是可以增加 有人說會增加膽固醇嗎 還是會降低膽固醇 我婆婆說會增加膽固醇 你婆婆說 不敢吃兩顆 一顆他就說太多 因為一般都會覺得 會增加膽固醇 結果 我記得他一天 不知道吃二十顆還是三十顆 你吃下去喔 而且連續吃 他是想測試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 他好像連續吃 一個禮拜還是兩個禮拜 他用自己身體去測試 結果你猜 沒有 他沒有變化 結果他的 壞的膽固醇降低 真的嗎 但是我問過醫生 這一個狀況 有醫生是跟我分享說 他說其實這還是因人而已 每個人身體狀況不一樣 你不可能說 對 看體質 你不可能說他吃那麼多 你也照這樣子吃 你會跟他有一樣的變化 你又不是機器人 不可能每個人一樣 一天吃兩顆應該沒關係 沒關係 是合理的 三粒呢 通常會這樣 你要不要搭配一點別的 其實我們會這樣建議 我們臨床上會這樣建議 如果說你真的有吃到 就是兩顆以上的話 那你譬如說你剛開始都 原本剛開始要過一半都吃一顆 現在開放了 有人會說我兩顆三顆 其實他們會有固定回來抽血 我們會比對他前一次抽血 說你的膽固醇 不是因為你吃蛋 而就是也沒有增加 那表示你可以吃到三顆 所以我覺得那個觀察 比較前後面 就前後側的抽血的膽固醇 的變化是最準的 所以有的人就會沒有變化 那你就可以吃到三顆 有的人會變化 就會問一下說你是吃什麼 他說我最近兩天吃兩三顆 每天都吃兩三顆 這樣表示說 他對他來講是有影響的 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來判斷 我看年輕人每天都吃七顆 美國營養學會 其實兩千年的時候就說 可能吃多少 和蛋糕醇沒有直接關係 因為你體內蛋糕醇比較高 你吸收就會減少 但是這個就是說真的看體質 你如果體質說吃東西 蛋糕醇會變化的時候 那東西就要消耗一下 但是現在很多就沒那麼鹹了 好 那我剛剛講那個哈佛學生 剛剛我的同事馬上去查 這個他是一個月吃七百二十顆蛋 一天吃二十 他拚了就對了 一天吃二十四顆 然後一個月後 他的壞蛋糕醇也就是LDL 降了百分之二十 那當然這只是個案 那很多人也說 這個可能取樣數太少了 一個人的一個人 個案那就一個人 對 但是他總蛋白量一天就過了 因為我們說正常 大概就是五分到七分的蛋白質 他全部都吃了蛋來講 大概一天最多七顆蛋 如果你沒有吃其他的話 他以二十四顆 你總蛋白質量就過了 應該去追一下 也許這個哈佛的同學 他爸爸是蛋龍 你肚子餓就對了 是 他們家在餓生兩家 是 是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